姚文智,台湾是我们的祖国。 台北是台湾首都。 图中央社。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智今天参加问证说明会时,据过去在高雄的建设经验,向支持者表示他准备好,也说在这场选举,要跟全世界说台湾是我们的祖国,台北是台湾的首都。 姚文智今天下午到内湖区,先后参加党籍议员江志明、高嘉瑜的联合问证说明会。 姚文智向在场民众说,过去在高雄打探期间,他参与建设爱河、捷运美丽岛站等公共建设,学到很多功夫,现在要用这些功夫来帮台北脱胎换顾。 姚文智说,自己是台湾民主运动所培养起来,受台湾人的栽培,这场选举不是为了他个人,而是要追求台北要作为国家首都的方向,我们要在这场选举跟全世界说,台湾是我们的祖国,台北是台湾的首都。 姚文智也向支持者喊话,要让全世界的媒体,在选举晚隔天的报道写说,主张九二共识的国民党,两岸一家亲的五党籍,双双落选,主张台北是国家首都,要帮忙台湾主体发展,并向世界发声的民进党当选。 姚文智认为,如果不这样坚持,国际媒体看得很清楚,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手中走国民党九二共识路线,未来就是中国台北,台北市长柯文哲则是两岸一家亲,国民党二十。 如果他们当选,媒体就会说台北选择中国,若是他当选,就会说台北选择台湾主体性,台湾价值,要继续用国家首都和世界各国交流与共同发展。 现场有民众问姚文智有关智慧月票等政策。 姚说,很多他主张的政策内容,在自己的官方网站或脸书,都有完整论述,希望大家可以上去看,不要被外界不实,扭曲的讯息所影响。 姚文智说明,智慧月票政策,若能落实透过电商红利回馈于指尖经济,在小额支付下累积节育里程,是有可能提供诱因,让北市迈向无超化时代。 如果智慧月城市的发展到位,能够努力协调电子票证,电子支付,以及公司部门,公共运输营运的整合,零元月票确实有可能。 媒体问姚文智,对于前总统陈水扁最新一期的新勇歌物语提到,中央施政满意度低,恐影响双委市长选情,姚答,现在资讯混杂。 有些来自不同纽区,别有所图的民调讯息,有的可以看一下背景,解读一下,不要那么在意,民进党在不断推动改革过程中,难免会遇到反改革阻力,例如说年金改革,但就算如此,仍要持续推动改革。 中央社。